花蓮的北昌太初所巡逻远景日前在志强路和明治街口 发现有一辆轿车在红灯的时候违规右转 因此上前盘查 而这个驾驶一下车全身就飘散着浓浓的烟味 经验老道的远景马上查询说这个味道不太对劲 而驾驶变称说这是他身上的香水味 不过警方随后也在驾驶座的踏垫上就发现一根烟蒂 经过检测居然是二级毒品彩虹烟 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送真办 小客车行进入口违规红灯右转 立刻遭到巡逻远景蓝亭上前盘查 駕駛摇下车窗走出车外 全身飘散着奇特的浓厚烟味 让经验老道的远景立马察觉有益 虽然驾驶变称是身上的香水味 但在现场却交付不出佐证 而警方随后就在驾驶座踏垫上发现一根烟蒂 经检测近视二级毒品彩虹烟 来给我看一下 那我们一起到前面点一点 吉安分局北昌派所8月18日晚间 执行巡逻勤务 在吉安湘明治路 蓝查一部违规自小客车 当场在正姓南驾驶车内 包包查获二级毒品彩虹烟四只 总重5.3公克 以及三级毒品K他命 总重4.83公克 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以这种侦办 这些男子在自强路与明治街口 红灯右转遭警方盯上 这下不但交通违规还被查获 多项毒品 想栽赃给朋友 但对朋友的资料却始终交代不清 企图想含糊带过 最后还是栽在经验丰富的园警手中 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以送整办 记者徐立清 吉安湘报导